乌尔战争即将戒满一年的前夕 美国总统拜登除了亲自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为乌克兰加油打气 拜登还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了演说 拜登强调基辅仍然屹立不摇 俄国绝不会战胜乌克兰 因为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绝不会动摇 而在同一天俄国总统普廷发表国情资文 宣称是西方点燃了这场战争 俄国是为了生存而战 双方隔空较劲 美国总统拜登隔空向俄国总统普廷呛吓 前一天无预警造访基辅的拜登 隔天在波兰首都华沙的皇家城堡 向上千位民众发表演说 俄国总统普廷当天稍早曾发表国情资文 宣称是西方点燃了这场战争 拜登回应表示西方并没有密谋攻击俄罗斯 拜登强调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 拜登还宣布2024本约75周年峰会将在美国举行 尽管乌克兰还不是北约的会员国 但乌克兰跟北约已是命运共同体 刘雍伟变异